投契犯带着太太去逛夜市 天气太热了 受不了80年老店凤梨兵的诱惑 等待取餐之前 左顾右盼一路尾随的警方 见机立刻上前逮人 原警一把仅仅抓住29岁何姓通契犯 因为他身上背了13条通契 一旁原本等着凤梨兵何姓通契犯的太太 一脸惊慌也跟着蹲下 似乎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知道我们在找你了 知道没错了 警方将人上靠宣毒权利 顾客当街被抓走 让一旁店员也看傻眼 台中大雅警方发现何姓13条通契犯 在辖区内出没 立刻启动跟间 掌握他开着太太名下汽车 以各地旅馆为家 趁他前往丰元庙洞夜市逛街 购买80年老店知名凤梨兵时 一举丧前将他逮捕 因毒品窃到等时商案再生的男子 需入监执行4年 所以他表示 因为上友福出生4个月大的女儿要照顾 才会四处躲藏 召警方来查气 也没想到会在生日的前夕 与妻子外出逛街的时候遭到代表 警方在他身上起出毒品验出 有毒品反应 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以及13条通气解送台中地监署 2018年6月也曾有一名毒品通气犯 受不了丰元庙东老店凤梨兵致命的吸引力 不顾妻子劝阻 替他开车去吃兵 最后因为红线为庭被警方盘查 通气身份曝了光 跑到没力招待 压解归案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